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曾担任驻香港代表陆委会副主委和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资历丰富 他认为台湾和印尼各有优势互利互补 未来发展空间很大 其中又与经贸合作为重 我们这方面双方的这个可以合作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对于台商这个地方很多的地方值得投资的 我想会越来越多的台商到印尼来投资 那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除了拼经济 张良任也希望台湾和印尼在教育文化科技 以及环保等方面都能合作 促进台湾厂商在印尼全面发展 多一份耕耘多一份收获